民间故事 和欢花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末年 苏州府有妇女俩 女儿叫林燕娘 父亲称作林妇 她们经营着二母花田 以卖花为生 林燕娘生的美艳 又是卖花姑娘 当地人都称她为花仙子 每次她在街上 在街上卖花 很多人都会围上来 有买花的 也有看人的 还有一边买花 一边看人的 大家都说人比花还要美 林燕娘二八年华 也到了失婚年纪 这样美艳的小娘子 当然会吸引很多男子的目光 也有很多人上门提亲 但林妇都一一回绝了 就在十几年前 苏州发生水灾 林妻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离世 林妇就带女儿林燕娘 逃到了中原商县 妇女二人衣衫破烂 捧头垢灭 流浪在商县街头讨饭 乌漏偏逢连阴雨 妇女二人连肚子都甜不饱 年幼的林燕娘又生病了 她浑身滚烫 已经烧得不省人事 林妇跪在街头 恳求好心人给些银钱 救救她的女儿 围观的人很多 但给钱的人却没有 她正在绝望之时 一个年轻妇人挤到林妇面前 那妇人皮肤有黑粗糙 穿着戴补丁的粗布衣服 一看就是个下苦力之人 妇人从兜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 手帕里包着东西 妇人说道 拿着 赶紧给孩子看病去 医馆就在西边 我带你去 林妇给妇人磕头 说道 好人呀 你真是个大好人呀 孩子诊病要紧 赶紧起来 我带你过去 妇人走得很快 林妇就一路小跑的 跟在妇人后面来到了医馆 郎中给林燕娘把了卖 说是感染了风寒 并抓了几服药 说道 孩子需要静养 不要见风 林妇心中悲痛 他们妇女两个安身之处都没有 怎么静养 也不可能不见风 她想着想着就流下的眼泪 那妇人说道 这位大哥 我听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你要是没地方去 就先去我家吧 孩子的病好了再说 林妇没有办法 只能跟着那妇人回家去了 妇人赶紧熬药给林燕娘喝 喝完药的林燕娘才安静地睡去 这时林妇才开始住一妇人的家 这个家就几间破草房 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通过聊天得知 这妇人也是个苦命之人 妇人名叫白莲花 丈夫安鹏 夫妇都是当地的农夫 他们还有一个几岁的儿子 叫安家良 一家三口日子虽苦 但也很温馨 可就在一年前 丈夫安鹏出去帮人运货 货船翻入江东 其他人被打捞上来已经死了 而安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丈夫不在了 白氏就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 他在自己地里种了菜 每日去集市上卖菜 挣些钱度日 二人正说着话 就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扛着锄头回来了 这就是白氏的儿子安家良 这孩子勤劳懂事 母亲去街上卖菜 他就在菜地里除草 林妇和林燕娘在白氏家里住了几日 林燕娘的病就好了 林妇对白氏母子的帮助非常感激 就写下了婚书 把女儿林燕娘许配给了安家良 林燕娘早已经定下了亲事 林老汉就等着安家上门商量婚事了 当然不会把女儿再许配给其他人 林燕娘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 不管安家是贫穷还是富有 她都愿意信守承诺 嫁给安家良 可妇女二人左等右等 也没有等到对方的消息 林妇就写了一封信 并叫信人带到中原商县 交给白氏母子 可送出去的信 却如石沉大海没有音讯 林老汉坐视雷厉风行 她担心白氏母子是不是出事了 就准备只身前往去看一看 林燕娘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去 也要跟着去 林老汉说道 你留在家里照看花草 我一个人没事的 弄清情况之后我会立刻回来的 林燕娘就把家里的银子给父亲带上 又做了十来个白面饼子放在包袱里 让父亲在路上吃 林妇出门之后 林燕娘每日上午去街上卖花 下午在田里收拾花草 每日都很忙碌 但也很充实 她盼望着父亲早日归来 这日上午 林燕娘又去集市上卖花 不一会儿 她的摊位前就围满了人 就在不远处的地方 有两个衣着华丽的公子哥 一个身穿白衣 另一个则穿着带有花色的衣服 穿白衣的是城里首富张家的大公子张志林 花衣服的是张林志的表弟五文浩 南京府人是 她父亲是南京的大富商 比张家更富有 五文浩游手好闲 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这几日又来到苏州找张志林玩耍 她看到不远处围了那么多人 就觉得好奇 问张志林那是干什么的 张志林就说道 那是花仙子在卖花 有意思 什么样的花仙子这么吸引人呢 张兄说来听听 张志林说道 一个卖花的女子 名叫林燕娘 因为生的貌美如花 所以人们就给她取了个雅称叫花仙子 五文浩一起说道 走 我要看看是如何一个游物 居然得此雅称 二人说着就朝人群走去 张志林大声喝道 大家都让一让 围观的众人一看是张志林 也都主动地让开了 二人走到林燕娘身边 五文浩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 心想这还真是一个游物 简直比花都美 说她是花仙子也不为过 她眯起小眼睛说道 娘子 你这些花怎么卖的 林燕娘说道 请问公子要哪一盆 五文浩说道 我都要了 林燕娘看着她色眯眯的小眼神 知道她并不是想买花 而是想调戏她 就不愿意再理会她 而是去招呼其他人 五文浩霸道惯了 从来没有一个女子 敢这样对她不理不睬的 今日居然遇到一个 不把她放在眼里的 她不但不生气 反而觉得这林燕娘很是特别 心里是一发喜欢 二人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后 就来到一家酒楼 他们就在楼上找了一个雅间坐下 雅间的窗子就对着林燕娘的摊位 五文浩一边喝酒 一边频繁地往外看 五文浩说道 这小娘子真是一个游物 秀色可参呀 张志玲说道 要是表弟喜欢那还不简单 把她抢来就是了 五文浩却说道 抢扭的瓜不甜 我不想勉强她 我要让她自愿跟我 她这话确实把张志玲震惊住了 说道 表弟什么时候改变策略了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五文浩仗着家里财大气粗 在南京府也是横行霸道 经常欺男霸女 只要是他看上的女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抢走 如今他说出这样一番话 确实很意外 张志玲说道 若不是表弟这次动了真情了 五文浩黑黑一笑说道 如此游物 不动真情也是太难了 我要享受一把两情相悦的滋味 张志玲哈哈大笑道 表弟有所不知 听说这林娇娘早就定下了亲事 要想让她自愿屈服于你恐怕难呀 五文浩眼珠子一转说道 你放心 我自有绝招 让她主动找上我 然后她就趴在张志玲耳边嘀咕一番 张志玲听得是目瞪口呆 什么 居然有这种东西 太不可思议了 话分两头 林傅来到商县 找到白氏母子居住的地方 根本没有看到这母子二人的身影 林傅就向邻居们打听 邻居告诉她 说安家梁因为强奸罪被关进大牢 白氏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干出这样的事 就去喊冤 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就在半个多月前 安家梁无罪释放 她回来不见母亲 就出去寻找了 林傅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么善良的母子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 林傅在城里打听了几日 也没有打听到安家梁和白氏的消息 就带着失望回家去了 再说林燕娘这边 她每天依然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就是与花花草草打交道 这日她来到自家的花田里除草 竟然在一片牡丹花中发现了一株奇特的花 那株花的叶子是白色的 花朵是黑色的 花形又大又美 她种了这么多年的花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花 更不知道它的名字 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她也不知道 林燕娘是个爱花的人 遇到这样奇特的花 她更是爱不是手 决定好好养育这株特殊的花 等父亲回来问她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花 林燕娘小心翼翼的 把这株黑花连根挖了出来 拿回家去栽在一个漂亮的大花盆里 就在栽种的时候 不小心一片叶子就折断了 而且流出了红色的液体 留了林燕娘一手 就在这时突然就有人敲门 林燕娘从门缝里往外看 就看到了来人 正是那日在集市上遇到的武文浩 林燕娘知道她并没有安好心 就不吭声也不开门 武文浩说道 林娘子你开开门 我有话对你说 我是来买花的 林燕娘喊道 明日到集市上买 今天没有 武文浩说道 我听说娘子得到一颗气花 我也是爱花之人 准备出高价买下 娘子先让我进去看看 我不会少给你钱的 林燕娘还要说什么 突然就感到浑身冒汗 心里像有百只猫爪挠的一样 她控不住自己的心神 差一点打开门 她赶紧跑到造房 咬了一瓢凉水就浇在身上 可她还是热得难受 于是就跑到卧房 关上了门 咬紧牙关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武文浩脸上露出一丝银笑 就翻墙进入到院子里 又开始撬门 林燕娘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 她害怕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就捅破窗户跑走了 来到护城河边 纵身一跃就跳了进去 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男子 看到有人跳河 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救人 她拼尽全力把林燕娘拖到了岸上 两个人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 现在是炸暖还寒的早春时节 二人冻得浑身打颤 男子就把林燕娘背到不远处的一个窑洞里 又捡来很多柴点着 准备把身上的衣服烤干 在窑洞里 二人就做了夫妻之事 事后林燕娘非常的后悔 可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 男子也被她弄猛了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林燕娘说道 对不起 我可能被人暗算了 那个武文浩在外面敲门买花 她的身体就不舒服了 她觉得就是武文浩害的她 要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男子很同情她 但不知如何安慰她 林燕娘流泪说道 我看你也是个好人 我真是对不起你 男子说道 这不怪你 男子说自己叫安家良 他是出来找自己母亲的 顺便把林家的亲事退了 如今她一贫无喜 她不想让林燕娘跟着她受苦 还没等她说完 林燕娘就大哭起来 原来你就是安大哥 我就是林燕娘呀 安家良一听也是又惊又喜 她拉起林燕娘的手问道 你真的是燕娘妹妹吗 林燕娘点点头 扑在她怀里痛哭起来 安家良本是来退轻的 没想到阴差阳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已经做了夫妻之事 虽然自己是被动的一方 她还是要为林燕娘负责的 林燕娘说道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 我都要嫁给你 二人就一起回家去了 回到家 林燕娘发现那株奇花不见了 桌子上放了一封信 林燕娘并不认识字 就让安家良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她一看诗又惊又怕 信上说林燕娘种了荷花花的毒 这种毒是不能清除的 只能转移给其他人 若不转移 一年后就会毒发身亡 写信人还约她去情人林见面 说可以帮助她解毒 林燕娘害怕极了 她更担心安家良 他们已经做了夫妻 毒素可能已经转移到她身上了 她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想害她 于是就瞒着安家良去了情人林 她想拿到解药给安家良解毒 她来到情人林就见到了武文浩 她猜得没错 是武文浩害的她 原来武文浩得知荷花花的枝叶 能让人意乱情谊 于是她就把花栽在了林家的花田里 她想林燕娘根本没有见过这种奇花 一定会很稀罕 这种花的叶片特别脆 一碰就会折断 只要枝叶接触到她的皮肤 她就会中毒 林燕娘果然就中了她的奸计 武文浩一直暗地里跟踪林燕娘 她看见林燕娘把花带回家了 就过来敲门 想让林燕娘主动投怀送抱 谁知林燕娘却逃跑了 她没有找到人 就在她家放了一封信 武文浩说道 你已经中了荷欢花的毒 你身上有很多毒素 要与男子同床共枕百日以上 才能把毒素转移完 你把毒素转移到谁身上 谁就会死 林燕娘听了气愤不已 骂道 这个畜生 那树花是你故意种在我家花田里的 武文浩说道 你做我的女人 我可以帮你解毒 林燕娘说道 难道你不怕死吗 宁愿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能死在娘子的石榴裙下我这辈子 就没有遗憾了 她说着就扑向林燕娘 就在这时 安家梁就冲进林子 捡起一个木棍就朝武文浩打去 武文浩吃痛就跑出了林子 原来林燕娘出来的时候 安家梁就悄悄地跟着她来了 林燕娘内疚地说道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害你的 安家梁安慰她说道 不要怕 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武文浩挨了安家梁一棍子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三更的时候 就带人来抓住了安家梁和林燕娘 他把二人带到他刚买的一处宅子里 又命人把安家梁扔到护城河里去喂鱼 孽子 就在这时 有一个中年男子 带着一群人走进宅子 其中还有张志林 武文浩看到来人也是吓了一跳 说道 父亲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孽障东西 你竟然偷走我的荷欢花来害人 原来 来人是武文浩的父亲五魁 那株荷欢花是他花高价 从外遇买来的 他买来不是为了害人 而是为了治病 恢复记忆 花买回来之后 他天天闻花香 记忆已经有所恢复了 他记起了两个人的名字 还记起自己以前的名字就叫安鹏 昨日 他发现荷欢花不见了 下人告诉他看见少爷拿走了 他心中就暗叫不好 因为武文浩拿走不会干什么好事 他就急匆匆的来到苏州张家找人 张志林就带他来了 把人放了 武魁怒道 武文浩只能让手下放人 武魁看到安家梁觉得有些眼熟 就问他叫什么名字 安家梁说道 我叫安家梁 武魁一下子呆住了 问道 你 你认不认识白莲花 他记起的名字一个就是安家梁 另一个就是白莲花 他不知道这两个人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白莲花就是我娘啊 你怎么认识我娘的 安家梁也觉得不可思议 武魁说道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安家梁说道 我五岁那年 父亲到南京帮人运货物 货船翻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淹死了 但我父亲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母亲说父亲可能没死 如今我母亲也不知去向 我想她也许是来南京找我父亲了 我这次来就是寻找母亲的 她说着已是泪如雨下 武魁听了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就是被五元外从江里救上来的 而且她想起了安家梁和白莲花这两个名字 难道自己就是安家梁的父亲 武魁问道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父亲叫安鹏 武魁一听就仔细打量着安家梁 越看越亲切 眼泪就空住不住的流了下来 儿啊 是爹爹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呀 十几年前 是南京府的五元外 把他从江里救了出来 因为船翻的时候伤到了脑袋 所以就失忆了 也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五元外没有儿子 就把他收为一子留在了武家 取名武魁 武魁就与一个大家闺秀李氏成亲了 李氏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武文浩 因为五元外太宠爱这个孙子 因此他就成了一个好施懒做 不学无数的花花公子 武魁一直很担心原来的家人 但他想不起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谁 心中就是分苦恼 五元外和李氏就劝他不要想太多 他知道他们是怕失去他 他也不忍伤他们的心 如今五元外和李氏都离世了 他就一发想找回自己年轻时的记忆 武魁听说外遇有一种和欢花 只要每日闻花香就可以找回记忆 他就花高价托人买回来一株 他每天都闻 就慢慢记起了自己的名字和另外两个人的名字 他也怀疑过安家良和白莲花 就是他以前的家人 如今居然得到了证实 众人听了武魁的话 下巴都惊掉了一地 原来安家良是武魁的儿子 也是武文浩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太不可思议了 父子相认之后 武魁就派人去外遇买回了解药 帮助安家良和林燕娘解了毒 武文浩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就给父亲留下一封信走了 说是出去散心 武魁知道他在家待不住 就由他去了 再说林傅没有找到白氏母子 就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 他得知安家良俩天前就来了 并且与女儿做了夫妻 也是惊喜不已 武魁认了自己的儿子 如今林傅也回来了 他就为安家良和林燕娘 举办了隆重的成亲仪式 小夫妻洞房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蒙面人闯进屋里 拿出尖刀就刺向安家良 安家良被刺伤 不过蒙面人也被抓住了 蒙面人不是别人 正是出去散心的武文浩 其实他出去散心是假 而是藏在一个客栈里 他想到父亲对安家良的关爱 想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与安家良同床共枕 就怒从心头起 各向胆边生 于是就在洞房也来杀人 武魁看见是自己的儿子 也是痛心不已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也不忍心惩罚他 但为了让他学好 就把他送到了县衙 根据犯罪情节 判处了三年牢狱之灾 以前白氏经常说 要到南京寻找丈夫 可一直没有来 安家良觉得母亲就是来南京了 武魁就在全程粘贴告示找人 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一日 一个女乞丐晕倒在街上 武魁觉得面熟 怀疑他就是白莲花 于是就把他弄回了家 安家良一看果然是自己的母亲 白氏醒来之后 就看见了失踪十多年的丈夫 还有坐牢的儿子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武魁和安家良 就给他说了所有的事情 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三年后 武文浩被释放 经过这三年的牢教 他已经改掉了之前的恶习 重新做人 武魁和安家良他们都接纳了他 从此之后一家人和睦相处 其乐融融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